八四球返回家与家人团聚 命骑到约顶时间回来行刑 结果君如约而至 这种奇事就发生在大唐的贞观之治时代 贞观之治是历史上最为美誉的时代 是道德最高 民风最好的时期 是中国古代如日中天的大智之事 也是国力最强最盛的一个时代 在白居易叙事诗七德五里 我们可以看到贞观之治的一部分剪影 太宗十八举一兵 白毛黄月定两经 秦冲路斗四海清 二十有四公业城 二十有九集地位 三十有五至太平 宫城里定何神速 宿在推心至人父 王族一孩散博收 鸡人脉子分金熟 魏征梦见子业气 张锦哀闻沉日枯 愿女三千放出宫 死求四百来归狱 简顺烧药次功臣 礼击乌业 死杀身 含邪顺窗抚战时 思摩奋呼 起笑死 择之不读 善战善成时 以心感人 人心归 而来一百九十载 天下至今 歌舞之 歌七德 五七德 圣人有作 垂无极 翻译成白话文 大议是 太宗十八岁便开始打天下 举一兵 以他的神武英才 持白毛黄月 功取亮经 生勤王世冲 杀死窦见德 四海平清 二十四岁统一天下 封宫为夜城 二十九岁 登基为帝 三十五岁时 国家强盛 太平 平定乱世 建立大业 为什么如此神速 原因便是 他能够与人 推心致富 安藏阵王将士一孩 官府散博 将灵星一孩收集 至继而掩埋之 积品被变卖的老百姓子女 太宗帮忙 用重金回熟 梁臣魏征 及张公瑾去世 太宗亲自治丧 为之痛哭 放三千的宫女出宫 让他们自由昏配 贞观六年 全国仅有近四百死囚 太宗给他们放假回家 和家人团聚 命他们明年秋天 自己回来 开刀问斩 结果次年 君如约而至 太宗感动 全部赦免 太宗捡自己的胡须 烧药 为功臣 大将李姬 感激涕灵 抱之以身 太宗帮忙 损血治建商 安抚将士 大将军李斯摩 感动高呼 要求笑死 太宗不仅善战 而且善于利用天使 用真心来感动人 使人心回归 迄今已经有一百九十年 朝廷国民 都还再歌再舞的纪念 歌七德 舞七德 圣主的言行 应是后世 无穷的典范 只有道德最高尚的时代 才是人们最向往的 贞观圣唐 就是这样的 精神财富的巅峰 唐太宗 以德至势 理智清明 民风淳朴 社会公平安定 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百姓富足 人民的幸福感最强 那么 这个富强盛世的原因 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 是因为有明君贤臣 其实 大唐鼎盛 有更深层的原因 那就是 唐高祖李渊 定下了灭佛圣之后 这个巨大罪业 临头了 这个罪业 将造成中国又一次 空前的浩劫 就在这危急的关头 秦王李世民 发起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掌权的当天 就废除了李渊 还没来得及实行的 这逆天的圣旨 千古以来 学者们都在研究 玄武门之变 与真观之治 试图还原 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他们认为 李世民是凶杀地 逼宫夺位的人伦悲剧 这也是李世民 成为千古明君 开创真观之治的根源 因为他要用政绩 洗刷自己的道德污点 真的是这样吗 玄武门之变 真的是学者们分析 和推测出来的 这个历史定论吗 真的因此才有 傲视天下的真观之治吗 有一位具备慧眼通功能的修炼人 追试了玄武门之变的历史影像 看到了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 一个个真机 真实令人诧异 发现学者们的定论 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相和天机 当他把当时那些被隐藏的真相 讲述出来的时候 我们相信观众对此 会有一个翻新的认识 为了叙述方便 下面我们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玄武门之变 历来被史家认为是 李世民的人生污点 杀雄徒弟 杀尽侄儿 娶了一个弟媳 还逼宫夺位 这个人伦悲剧 始终是唐太宗巨大工业的 一个阴影 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现代人认为 玄武门之变只是李世民一人的政变 而我看到的李世的真实印象是 太子齐王 他们各自都安排了一场政变 太子 秦王 齐王 三场兵变的角逐 各自都是直指 李渊的皇位 要讲玄武门之变 我们还得从李渊骑兵说起 请看下一集 这就是李渊骑兵说起 李渊骑兵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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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渊骑兵做起